理在安利就是学如何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简单的事情存不住 我要告诉各位一个秘诀 世界上所有 所有 真正成功的人 都是很简单的 所以简单的方法是赚大钱 复杂的方法是赚小钱的 贫穷跟辛苦 永远是跟着头脑复杂的人走 你相不相信 请问各位 包括吴大哥 包括我们的刘大哥 包括Deevan 这么有钱人仍然最重要的是健康 健康是你存款里头 你的存款 后面多一个零 前面没有加一个一 永远都是你 所以健康是你存款里头 第一个一 你没有这个自己的健康 让所有的成就都等于你 所以各位 今天安利最重要的 就让我们从健康开始讲 所以从健康开始讲 你把安利讲对了 因为没有人不要健康 各位再好好的去看看 那第五波财富 就讲过 未来二十一世纪 现在开始 一棒富豪 百分之六十以上 是出在保健产品 各位一定要把这个记下来 保健产品 才是有未来最大的市场 而我们的安利 有去来 是八十年来 是全世界的 而且你们未来 一定要去参观 那老师为什么这么有自信 我就是每年都会回到 总部 在美国 我们每一次都带人去参观 安利的农场 安利整个种子农场的过程 你们看的会树然起敬 各位 你知道它从栽种开始 苹果 是从种子开始 从泥兰开始 从涂兰开始 从水源开始 都是自己严格的频繁 而不是要去人家那边 带卵舱米来的 你怎么知道人家的过程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包括一个净水器 都在都有一百三十几项的专利 还在升级的 还有几十项的专利 你们不能够了解 安利有一百多所的实验师 有八百多个的科学家 在为我们研放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 勇往之前 这么有信心的去做 因为我们的后盾太强了 我们可以把一整座的伤 满下来 然后知道这个天 就打下去的这个水井 紧要 紧千屋子之下 有最好的水 我们可以 富有到把整座伤给满下来 开始重新最好的水 来种植我们的所有的 像全世界供应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樱桃 正义的樱桃是安利供应的 所以各位 没有告诉你 安利的背景是多么强 你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让你知道以后 各位 你知道我们的高蛋白 我们的贝利剑 这两种产品在美国 是美国的到泰国去吃的 泰国能吃的 国家规定他一定要吃安利的大白粉 跟安利的背景 而我们来到中国 我们不知道好的事情 老师为什么这么有自信 因为我经验不多 所有的一切老师做安利 已经将近三十五年了 因为明年就是台湾三十五年 而我是台湾安利的三国元老 那回到我们这边 就像我们那个 那个讲的 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而已的 你知道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 这次的八月最后一天 一个省最后的一天就卖将近十亿 所以各位 当你了解 这个市场有多大 你今天如果不去了解蛋白粉 你如果不去了解贝利剑 不去了解安利的各种产品 各位 你讲出去 自己心中荒泛的没有兴趣 所以说这颗糖有多甜 你自己先吃 你才讲得去 这个糖有多甜 对吧 所以老师为什么讲话这么有自信 你看老师今天的年龄 那老师过去 可以说每一个月都要住院 都要进去打点击的 而老师这次来到这边 是因为伞子哦 讲得出来 没办法面对你们 没跟你们讲 老师最急的 我们的伞子怎么办 我好想把我一生的经验传给你们 可是没有声音就是有用 对吧 你看 老师现在年龄期 老师的皮肤去检查 只有三十岁的胶原蛋白 老师这个准备 跟一个比我年轻十岁的人 我们拍出来的 各位你知道 哇 那个看起来像一百岁一样 所以啊 所有的营养学专家都研究过 如果你是营养食品 有保健的知识 你知道你如果吃五年是没有感觉 你如果吃超过十年 你如果吃超过十年 哇这个距离越来越远 可以超过 第一 人家很容易生病 而你的抵抗力 可以超过百分之七十五 你的老化 也是人家 人家百分之七十五 是老化的很快 而你呢 是超过百分之七十五的抗老 各位你能了解吗 当你真正知道这样的产品用 你又不能够一次跟他们讲 因为人家不相信 所以你两分钟的OPP 你只要推一样 推三样产品 告诉他 一年自己在一圈 一日自己在一圈 你一定要等 早餐要吃得像碗 午餐要吃得像丸子 晚餐要吃得像膝盖 这种观念要解答 就告诉他们 当然我们中国人 大家上班都很忙 尤其是在现社会头 你如果说粗粗麻麻 谁能够去做一个很营养的早餐 坐在那吃 都是一天下班又回来 要好好地吃一顿晚餐 那吃一顿晚餐 各位 那你不能够消化晚上 所以你要知道 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最好的早餐 那就是 你要把营养早餐推出去 你隔了两分钟的OPP 就告诉他 要提起全民的健康 要带你四周围的 你只要告诉12个人 这个标普 把数字也要铺定 你只要告诉12个人 12个人就等于 要告诉三个家庭 告诉他 营养早餐的重要 那营养早餐就要告诉他 早餐一定要吃高杠白 热情再加上被离间 这样简单不简单 简单 你如果说自己吃 你等于一个月 差不多是一千块的 人民币 如果你想要免费吃 非常的简单 就 人呢 一定要有的好心有好抱 你把健康带给他们 所以你就觉得很有知悉 因为你自己吃了 你自己有改变了 所以一千块钱 但是一千块钱 你怎么样可以免费吃 你只要告诉12个人 你告诉12个人 每一个人每天早晨起来 同样的吃高杠白 背力间跟热签 背不背得起来 你只要告诉12个人 三个家庭 你的一千万就免费了 简不简单 然后你再同样的告诉这12个人 你也告诉12个人 也同样的营养早餐 推起全国的营养早餐 推起全民的创业 就从早餐开始 因为我们中国人 以前都被人家笑 是东亚第一个人 而今天我们能够借助安利这个 这种 只要刚开始 不要退太多 你要让他变得有习惯 每天早晨 背力间 各位一起讲 背力间 高大 热签 早晨 这样喝一杯 一个月是一千块 如何免费一千块 告诉12个人 就等于12个家庭 你们能不能做得到 好 我们强迫我们爸爸妈妈一定要吃 是不是你的消息 对 我们让我们的亲朋好友 你没有吃东西给他 只告诉他 健康是最重要的 营养早餐是最重要的 各位 你知道 你只要告诉12个人 你自己免费 再告诉12个人 告诉12个人 你一个月 就有一万多块的人力 请问各位 一万多块的人力 你要上班 要工作几个小时 你还要读多少书 你才能够找得到 这样一个固定的工作 而你今天只要好心 多好不好 把营养之力 把早餐推出去 你只要这样做 各位 你如果一个月有一万多块 请问你 你就等于买一栋房子 这栋房子 要多少钱的房子 才可以一个月 一万多块 而且 你是不是就做了好事 你是不是就变成了 跟普通上班比 不管任何行业 都是有做一状 没做没状 都是做的时候没有自由 不做的时候没有保障 都是两个没有没有 而今天安理都是 做的时候有自由 不做的时候没有保障 各位 总共都可以把这个营养 找到对出去 好 好 老师刚刚讲这个 OPP是不是就是 你要回中门 好 好